我看你小子是没记性啊 告诉你要交钱 我看 你是计吃不计打呀你 不是 金队大哥 行行好 我这是小本买卖 哪有钱啊 就你们放了我吧 放了这儿 好啊 别打 别打 砸了 你要死了 放 黑花哥 别打了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不管你是什么人 告诉你 我叫黑娃 明天有种到这儿来找我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 走 你小子等着 你等着 等着 黑花哥 我们快走吧 真是真 没事吧 算了算了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走走走 真是厉害呀 大贵人心的 对呀 龙哥 一个人 就把你们四个给打了 那小子实在是太狂了 我跟他说我们是五湖帮的 没想到 那小子还捕了我一脚 那小子出手实在是又快又狠哪 确实很难办 混蛋 在这儿让别人置气 灭咱们的威风 你们平时怎么跟龙哥混的 娘的 大哥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明天带几个弟兄 去灭了这个小子 别让他这种人坏了咱们的规矩 竟然有人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那个人是谁呀 他说 他叫黑娃 黑娃 行 你去看看 看看这个黑娃到底有多厉害 冰糖糊 快快闪开 闪开 闪开 都快闪开 闪开 闪开闪开 快点闪开 昨天他们就是在这儿打倒我们几个 给我搜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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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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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子 干什么 大哥 又是这个小子 我看你是计师不计党呀 血还没干的今天又来了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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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起来 起来 就里边那个人 就那个人 老师啊 老大 这小子欺人太善 是 下去 快快快 混蛋 功夫不如人家就想着抄家伙 给我下去 老大 憋他 别多嘴 滚 是 老大 对面这位兄弟好身手 请问兄弟尊姓大名啊 我叫黑娃 我打听过 你是忠义堂唐四爷的手下 码头的老大 对吧 我黑娃不配与忠义堂有任何瓜葛 这位大哥 我现在只想在这摆个小台赚点钱 还希望大哥能高抬贵手 好啊 黑娃兄段指退出忠义堂的事 我是久有耳闻 今天没想到在我这地界上遇见了英雄了 这样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双方都是性情中人 龙标有心请英雄到府上一聚 能给面子吗 老大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下去 是 大哥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龙标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是 行 公公 云松图的事有什么进展吗 这回先生话 暂时还没有进展 还没有进展 公公不是说很了解云松图的事情吗 先生息怒 先生息怒 这云松宝藏的事当年也是传说 直到后来出现了云松图 才有人相信真的有这云松宝藏的事 那公公的意思是 云松宝藏很可能是 子虚无有 不 我相信云松宝藏一定是有的 只是现在 云松图残缺了一部分 这块被毁掉的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宝藏的关键 可现在找不到白念生 就算找到了 他也绝不会开口 先生不要着急 我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在清宫 曾有一位故人张公公 关系非常的好 他是我大清最有名的画师 对明清两代的绘画非常精通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人就在天津卫 我们找到他就算成功了 真的 那太好了 请您辛苦一下 尽快找到张公公 请先生放心 我即刻出发去找张公公 我派人保护你 请 谢谢先生 张公公 张公公 久违了 哎呦喂 李公公 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 张公公 想当年在宫中您是最德高望重的画师 这几年不见 您住在这楼市之中 为何落魄到这种地图啊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好在这一切啊都过去了 张公公啊 这是 这是我收养的孩子福尔 张公公 我明白了 您是想找一个世外桃园想清福啊 想什么清福哦 这你我呀都是土埋脖子的人喽 我呢也年过古西喽 全当这福尔啊是我的亲骨肉 想想西夏之福罢喽 张公公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不过我这次来 有件事想请张公公帮忙 李公公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我想请张公公 帮我复原一幅画 不知张公公是否愿意出身啊 能为李公公尽力我是义不容辞啊 不知道李公公要复原一幅什么样的画啊 张公公 可不随我到府上一坐 我展示给你看如何啊 这 张公公 请吧 请吧 今天啊我心里特别高兴 认识了咱们的黑娃兄弟 你们这一架也算是打出了缘分 来 你们几个敬黑娃一杯 各位兄弟 我黑娃冲撞了大家 我在这里给大家赔礼道歉了 好 爽快 吃掉了 你们怎么着呢 你们看不起黑娃还是看不起我 彭妃 黑娃兄弟的确够爽快 我彭妃佩服了 我们一起敬他一杯 来来来来 敬黑娃兄弟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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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实在 暂时也没什么打算 就想做点小生意 维持个生计呗 也太取才了吧 我告诉你 你这身手可不是等闲之辈 要不这样 来咱五湖帮吧 跟我龙彪干点大事情 龙彪大哥 不瞒你说 我离开忠义堂 就是让朋友摆了我一道 所以我不想再说骗了 你这样说 难道我大哥会骗你吗 他他他他 不是龙哥 我 黑娃你也别说了 只要是你信得过我龙彪 你就来咱们五湖帮 鹏飞是咱们帮里的老二 你要是肯过来 这老三的座位 可就归你做了 你们说好不好 还有人不服是不是 今天在大街上 我全看见了